我们进入第二章 人缘三顿干 完整的进口诀 课题 除了这个四位结构的六个干支 六个干支 三个天跟三个地支 这六个元素 主要是判断的时候 干神江方 这四个干支 主要来判断 其实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两个天干 人缘再炖干 人缘三顿干 人缘再炖干 人缘三顿干 人缘三顿干 是进口诀预测的一大技法 在乘船中也视为一大秘法 这两个干 剩余的两个干是怎么炖出来的 也是由五子元炖 在地分 以当日的干支 你当日这个天干 来起甲子 起甲子 炖出来 以地分的这个位置 炖出来两个干 这个在咱们在起课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其实是跟 这个将干和神干的炖法 是一致的 只不过是它炖了两遍 听过觉三顿干 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只不过就是一种 判断的一种程式方法而已 现在有些人把这个 糊弄玄虚弄的很神秘 很神秘 这不是我们应有的知学态度 现在我把这个根据事成 把人员三顿干具体的使用条件 和具体的用法整理出来 供大家学习参考 一般进口觉判断的时候 只要起一个天干 就是咱们这个人员 就可以判断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就需要三干全部炖出来 来参考判断 第一个 就是在挖掘 课体深层次的信息时 要三干全炖 进口觉的干神江方 这三个地址一个天干 一般是我们预测事件的 整个来龙去脉的一个判断 如果说是要有一些这种 非常更为隐私 更为隐藏的一些信息 是通过三个干 钝钝钝法排出来 这个就类似于 其门钝钾的暗干 其门钝钾的暗干 可以断因私之事 苦衷之事 或者私密之事 第二个 预测事态之后的发展 要三干全炖 进口觉在预测上 实际上是有次序的 在事情的发展 顺序上 实际上是有次序的 人员代表初始状态 再炖干 表示这个中间状态 三炖干 表示这个事情末尾的状态 学习大六任的人都知道 起初课室以后 有三船四克 三船四克 三船四克 大六任的三船四克 其实就是进口觉的四克 和三盾针 道理是一致的 人员三弹针 相对于大六任测序的 三船 人员是初船 再盾针是中船 来看事物发展的过程 比如说是问官 看官这个得与不得 看人员 得官之后好与坏 看再盾针 最后看政绩如何 最终的结尾结尾如何 看三船针 这样的 这个依次 类推 其他的就不变去 第三个 环境预测 风水预测的时候 需要三船全盾 尽口觉的 预测方面的一大用法 就是预测风水状况 预测风水状况 人员代表 这个环境物相 再盾针代表 坐相方位 三船针也代表 物相和方位 其实进口觉 这个入室歌颜当中的 很多这个口诀 其实就是说 这个三船针 三个钻出来的 几个针 这个大家翻看 这个入室歌颜 关于环境 方面的一些口诀 其实是说 三船针的用法 第四 预测军事方位的信息时 要用三船全盾 进口觉在军事上 应用非常的 这个是我们研究的一大课题 实际的内容也比较广泛 这个有结合的话可以展开来 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 专门的做东西 第五 预测 预测这个盗贼 出没的方位 或者说是 捕捉时 要三船全盾 捕捉的方位 捕捉的日期 还要结合这种 炫无使贼法 或者优秃鲁宗法 具体来用 人员三船针 其实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在这五种情况下 一般是要顿出 其他几个干来综合判断 来综合判断 有关人员三船针 更深的具体用法 我们有机会再做专门的论述 这个环节就到这里